希腊神话故事 作者 古斯塔夫·施瓦布 帕里斯之死 曾经被遗弃在海岛上的英雄 菲罗克特特斯 驾着船回到了希腊人的军队当中 期盼已久的希腊人 欢呼着朝海边奔去 菲罗克特特斯的两个同伴 把他高举抬到岸边 他吃力地拖着腿 走进了迎接他的希腊人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他朝英雄的伤口上看了一眼 就满怀信心地保证说 他有办法很快把他治好 他就是医生帕达里·绿奥斯 是菲罗克特特斯的父亲的老朋友 他随即拿来了药物 神闷帮助了这位老英雄 伤口果然愈合 他又恢复了健康 阿特柔斯的儿子们看到这个奇迹 连连称奇 菲罗克特特斯九族饭饱之后 精神大震 阿加门隆走近他 握着他的手惭愧地说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们一时糊涂把你遗弃在了那个岛上 但这也只是神智的意思 请不要再生我们的气了 我们已经备受惩罚 请接受我们的礼物吧 七个特洛伊女人 二十匹骏马 十三只足顶 菲罗克特特斯和气地回答说 朋友们 我不会再生你们任何人的气了 包括你 阿加门隆 第二天 特洛伊人正在城外埋葬他们的阵亡将士 突然看到希腊人向他们追杀过来 已故的赫克托尔的朋友 波旅达玛斯是一个明智的人 他建议大家迅速撤到城里去固守 可是特洛伊人不听他的劝告 他们在埃尼阿斯的怂恿下 誓死抵抗来犯之敌 又一场激战开始了 尼尔普托斯摩斯挥舞着父亲的长矛 一连杀死了十二个特洛伊人 此时 埃尼阿斯和他的勇猛的战友欧利莫涅斯 也冲破了希腊人的队伍 帕里斯杀死了莫涅拉尔斯的战友 斯巴达的特洛莱翁 而菲罗克特特斯也在特洛伊人的队伍当中 来回冲杀 所向披靡 最后 帕里斯大胆地朝他扑了过去 他射出一剑 但是剑从菲罗克特特斯的身旁穿过 射中了他身旁的另外一个英雄的肩膀 正在这时 帕里斯的第二剑又接着射来 把他射死了 菲罗克特特斯看在眼里不禁大怒 他直攻在手指着帕里斯大声喝道 你这个特洛伊的草扣 你是我们一切灾难的根源 现在你的死期到了 说着他拉弓搭剑搜的一声 那剑电射出去 不过只在帕里斯身上滑开了一道小口子 帕里斯急忙张弓准备还击 但是第二剑又飞了过来 射中了他的腰部 他忍着剧痛 转身逃命 医生们马上给帕里斯治伤 战场上双方仍在急站 夜晚 特洛伊人退回城里 希腊人也回到了战船上 夜里 帕里斯的伤口剧痛 彻夜难眠 因为剑一直深入到骨髓 那是赫拉克勒斯 进过独制的飞剑 重剑后的伤口腐烂化弄 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这个时候帕里斯突然想起了一则神谕 他说只有被他遗弃的妻子厄诺涅才能够救他 从前当帕里斯还在爱达山上放牧的时候 他曾和妻子厄诺涅和谐地生活过一段日子 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告诉了他这个神谕 虽然他没有脸面面对他 可是由于事关性命安危 他不得不坐着担架前往爱达山 他的前妻还一直住在那里 仆人们抬着他爬上了山坡 树上的乌鸦的叫声使他魂飞魄散 他终于到了厄诺涅的驻地 女佣和厄诺涅见到他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跪倒在妻子的脚前惭愧地说 尊贵的妻子 我的生命受到了重创 请不要怨恨我 作恶的命运女神把海伦引到我的面前 使我离开了你 现在我对着神哀求你 请你看在我们过去的爱情的份上 用药物医治我的伤口 救我一命 因为你过去曾经告诉我一个神谕 只有你才能够救我的生命 可是他的苦苦哀求 无济于事 遭受遗弃的妻子不为所动 他愤恨地说 你有什么脸来见我 你抛弃了我 现在又来求我 你走吧 还是去找年轻美貌的海伦吧 求他救治你 你的眼泪和哭诉 绝不能够换取我的同情 说着他把帕里斯拒之门外 他没有想到他的命运 跟他丈夫的命运 是紧密相连的 帕里斯由仆人们抬下了山 在半路上 他因为毒箭发作 而一命呜呼 海伦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位牧人把他中毒而死的消息 告诉了给他的母亲 赫卡伯 他顿时晕倒在地 普利阿摩斯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坐在儿子赫克托尔的坟旁 沉浸在哀伤中 对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 海伦也在痛哭 与其说他为丈夫悲伤哭泣 还不如说他在为自己哭泣 厄诺涅得知帕里斯的死讯后 独自待在家里悔恨交加 他想起了年轻时帕里斯 和自己的情谊 感到丝干裂肺泪如雨下 他从床上爬起来 一路狂奔 经过一座座的山岩 穿过了山谷和溪流 整整地奔跑了一个晚上 月亮女神赛勒涅在天上 同情地看着他 用月光照亮了他的路 最后他来到了丈夫的 火葬的地火里 牧人们最后一次 对他们的朋友和王子 表达了敬意 并举行了葬礼 厄诺涅看到丈夫的遗体 悲痛欲绝 他纵身跳进熊熊烈火中 站在一旁的人都来不及相助 他已经葬身火海 和他的丈夫一起化为灰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